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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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肉和致癌到底能不能扯上关系呢 如果是扯上了关系 是特定的肉还是全部的肉 各位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实践出真知 吃肉竟然会致癌 培根 火腿 午餐肉 烤串 酱牛肉 这些百姓日常餐桌上出现的熟食总是令人垂涎不止 但你能把他们与致命的癌症联系在一起吗 近日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一份关于肉类产品致癌的报告 其关于如培根 香肠 火腿这些肉类制品 为致癌的结论引起社会各界一片惊异 原来 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中心 将培根 香肠 火腿这些人们日常食用的加工肉 列入了一类致癌物的名单 而与其一起出现在一类致癌物名单中的不是别的 正是人们熟悉的披霜 蚀黏等高危化学品 由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这样一份权威报告 立刻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美国最大的肉类生产商股票应声大跌5% 香肠王国德国更是悲观预测 香肠销量会因此大跌20% 那么 我们日常食用的腊肉香肠这些肉类 到底有哪些危险元素 究竟是什么使得它们有了致命的风险 现在你们面前都摆了肉 而且都是加工肉 但是从刚刚片子当中大家已经看到了 说加工肉 致癌 把这送给你啊 多吃点 要不都给您 一次半次的呀 不质疑 但我先说说观点啊 先提到说这个致癌的问题了 怎么样 我认为这还是可以致癌的 类似于跟皮霜和食眠是一个等级的这种都 这个皮霜很厉害啊 大家伙都知道 中国历史上有两个非常著名的人物都死在皮霜上 没两位啊 一个是秦天 我还在啊 还在还在 我还在我还在 你看你这一大钱我顺嘴说你那去了 一个是五大篮 二一个呢 这五大篮你这跟我像是跟谁像 别玩笑别玩笑 说正经事的 还有一个是光绪 两个人都死在皮霜上 所以从这点来讲 这些东西呢应该甚吃少吃 你看咱们这边摆着又是火腿肠又是酱肉又是香肠 我觉得这些都是加工肉 而且咱们中国每年要消费掉几百亿根香肠 没错 他又吃了好几百万根 最恐怖的是美国 美国有一个宿主公司 他们统计过这个市场 他们2014年那一年 他美国销售的培根有十一亿份 十一亿份 德国更恐怕他们吃肉更厉害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看那个新闻 然后我就开始在琢磨 我说这个加工肉跟这个鲜肉到底有什么区别 所以我仔细在想 还是出现在加工两个字问题上 你们觉得对不对 我们给你做个实验好不好 好吧 来吧来吧 看他们怎么做 我已经准备好了 在我们这个实验台上 我们准备好了五份 三份是加工肉 两份是鲜肉 我现在准备好五个杯子 我手里面拿的这一个 就是测试这个加工肉 肉里面这个致癌物的一个试纸 我们现在把这个加工肉 现在把它切一下 放到这个 我们这个杯杯里 这就是白水吗 还是一种溶液 就是白水 就是白水 白水就能说明问题 好了 现在我们已经把它准备好了 我拿这个试纸 我们先看一下 我把这个试纸 放到这个鲜肉的第一个杯子里 看到没有 试纸没有变什么颜色 第二杯 怎么样 我们把它放到这个鲜肉的玻璃杯当中 把它拿出来 放在这里 让你看清楚 看好了放进去浸泡 我再把它给拿出来 颜色看到没有 变化了 我们再把这个同样 同样放到这个加工肉里边 泡一下 同样的时间把它拿出来 颜色已经变了 真的变了 变成这算是深紫色 是不是 同样这个也是正常没有颜色的 我们把它放到这个加工肉的玻璃杯当中 也变了 神不神奇 我给大家可以答一下吧 刚刚长期使用的这个试纸呢 是亚硝酸盐试纸 对 也就是说这个试纸如果是变了颜色的话 就证明这个 这个加工肉里边有致癌物 有致癌物就是亚硝酸盐 亚硝酸盐确确实实实属于这个致癌物 吃这些肉都是会致癌的吗 生活当中我们如何规避呢 如果说吃了它就会致癌 我们又面对这种问题又该怎么办呢 今天我们是请到了一位实践顾问 来到现场为我们一一解答 有请 朱毅 中国挪业大学实铁安全副教授 欢迎你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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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毅老师来了之后我就很高兴 首先我们问一个非常难的问题 好 什么是加工肉 你这个难度系数太低了吧 太低了 比如说 肺根 肺根 火腿 火腿 像牛肉 像牛肉 不是两个目的吗 一个是要提高口感 是 还有一个延长保质器 第二个问题 就是前面做的实验 能说明问题吗 我觉得它还是很有实证基于症状 谢谢老师 有一些加工肉质体里面是含有亚硝酸盐的 把亚硝酸盐作为就是说 我们吃加工肉质体导致增加了我们自癌风险的唯一因素呢 那么咱们的亚硝酸盐说兄弟我实在是当不起啊 有点冤枉了 当然呢 大多数的一些什么小说法小摊饭小摊银 它们做出来的加工肉质体呢还不可能达到这么高大上的水平 不可能与时俱进 里面呢还是多多少少的有亚硝酸盐 不过呢那也是多不灾不多盐 经过实践顾问的解答 我们了解到亚硝酸盐虽然是致癌物质 但我们国家对它却有十分严格的审查标准 只要是经过正规检疫的食品 其亚硝酸盐含量都不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实质的伤害 那么如果加工肉质癌的最迫手并不是亚硝酸盐的话 又会是谁呢 今天是不是还准备的有羊肉串呢听说 有啊 有啊 已经被我吃的差不多了 你拿过来吧 你这什么意思 你也想吃一点啊 我想再检查一下 拿那个打火机来 烧一烧 打火机来 你烧我 我给你 把头发咬了 有了 来了 吃 听到听到 有什么什么 有烟 冒烟了 哎 冒烟了 哎 冒烟了 哎 这次就感觉味道更好 其实这个时候 产生的致癌物也是比那个压硝酸盐有过致而不及的 真厉害 有本病 底 多环方一倍的致癌物 就在这个煎糟火疗当中产生了 不过呢 还是有很多人就是耗这一口 我就耗这一口 每次烧烤的时候我说你一定要把这个油汁给我炸出来 烧烤肉串是人们最为喜欢的加工肉之一 日常生活中我们时常听说一场庙会吃光六万肉串 各种关于烧烤消费火爆的新闻 但您可能不会注意到 就在人们大快朵移 各种烤串制品在烤架上吱吱作响滋冒游的时候 随着生腾的烟雾弥漫的肉香 一种致癌的可怕物质在悄然生成 它就是本病底 这听起来可就更加危险了 这么说的话 难道这加工过的肉以后就都不能吃了吗 这一类致癌物加工肉又究竟有多危险呢 我们要纠正大家一个错误的点 就是说什么叫做一类致癌物呢 一类二类三类四类 它不是说以它的毒性来分类的 咱们说一类致癌物还有什么 有太阳光 晒太阳肯定是会增加病患皮肤癌的风险的 这个是板脏病丁的十拿九吻的 所以把它归为一类 然后呢 加工肉制品呢 它也是肯定会增加我们 逆患癌症的风险的 只是说它都吃癌剂 也是确凿无遗的 所以呢 把它归为一类 如果说 要是我们夹工肉制品 毒性开饼 披霜 这里面有一个什么问题啊 偷换概念 对 刚刚说的这个烧烤 倒不是说会产生本病比之后 就建议大家不吃 可以吃 尽量吃少 对 这就好比是咱们现在有一种 说这个人生的这个宽窄长短论 说你这个嘴要宽一点啊 生命可能就窄一点 你这个嘴要窄一点呢 生命可能就长一点 但是我们是希望它这个长和宽之间 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品 我们吃的呢 又觉得是过瘾了 但是生命呢 又长了 也没有 因为我们开的这边口 还把它变短了 在生活当中 我们不可能说离开加工肉 我们就活不下去 但是最起码我们的生活质量 对 会下降很多 那怎么办呢 那要找到一个 就刚刚我们这个专家所说的 平衡点 平衡点 这平衡就好像是在人体里 要有一个天平 太难了 怎么做到 营养要均衡 说到天平 我们这还真有 有吗 麻烦两位来 给大家拿 太专业了 来了 这天平 李然 问你个问题 你觉得这一天要吃多少肉才是合适 这样吧 那咱就往天平秤上放 我听专家讲 一天其实就吃二两肉 咱们就放二两肉 就放二两肉 看个大吉 放多少水果蔬菜 能把它给平衡了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蔬菜 然后再放一个柠檬 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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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周老师 我们到这边来看一下 这个平衡的概念呢 不是说是偏平的 平了的重量上的 平的概念 对 告诉大家一个种子原则 就是说 咱们如果吃这种新鲜的红肉的话 怎么样 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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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说晚餐餐 加起来 两天 不能超过一百克二两 就是二两 不能超过二两 又省了 如果说咱们吃这个 辣肉 辣肉 不能够超过五十克 应养 差不多 这其实就是一两肉 好的 这是一天的量 接下来我们这个天平 要让它营养均衡 另外一个方法 所谓营养均衡 不是指重量均衡 而是说咱们一天呢 要就是肉拌奶 蔬菜都要有 但是呢 蔬菜呢 要占半一江三 也就是说 一半的量 必须是蔬菜 一天 这个 二两鲜肉 二两的 辣肉 是不能超过一两的 对 三两肉 咱们的蔬菜 是要 一斤 一斤 至少要六两 六两到一 六两是几切 一斤是值得拌量的 才要吃一点 很珍质 水果 水果呢 能吃到半年到一斤 对 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身体呢 就会觉得 营养平衡了 很棒 好 谢谢周老师 原来如此 所谓加工肉 属于一类致癌物 其实只是一种 致癌风险性的评估 并不是吃了加工肉 就一定会得癌症 此外 还存在着大量的 如维生素C这样 具有抗氧化 防癌功效的营养物质 只要营养平衡了 心里有感营养天平在 就能做到 美食与健康的双丰收 好了各位 亚硝酸炎确实可怕 但是也没必要这个文之色变 就听到了这个词之后 就不再吃加工肉 是 没必要 好 以上所有的知识 我们将收入进我们的 食剑导典 好 谢谢周老师 好 谢谢 接下来今天请到了一位 食剑顾问来到现场 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白长青老师 白长青 世界美食药膳大师 可是这都吃上了 来来来来 请坐请坐 我听那聊的还挺热的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一下 我们接下来要关注的这个话题 大家来猜一猜 数百价格 换季鱼 苏香浸入 谷中去 总统吃完 连说好 促中养生 有妙计 这说的是什么 说的是富炖鱼 有鱼 又叫法炖鱼 对 但我关注的是这个数百价格 因为这个鲸鱼吧 哎呀五块钱就会菜市场上 很便宜 对 是拿它这个炖汤 就是一般这么小 咱都一般都不吃就喝它的汤 怎么值得这个数百价格呢 我对是哪一个总统 哪一个总统 哪一个总统 会不会奥巴马 奥巴马 我身边倒是有很多外国朋友 他们非常爱吃鱼 但很少吃鱼 他妈的 对 因为很多人是不会挑刺的 对 这个道理你不明白吗 我直接提一个问题 你就能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吃鱼 英语鱼是怎么说 费 费事 对 吃鱼费事 哎呦 是 那是什么菜 还那么有营养 说有曹三这个人呢 平时做什么 做 毒流鱼 这实在是美味 是 这个曹坤这总统听说了这事 哎呦 就来了 尝了尝 只说了一个字 赏 赏 折算成人民币的话 现在怎么的也得上半块钱 说的就是 毒流鱼 这个总部会让我们也来了解一下 来各位 进入我们的实践出真实 能让一位总统花费如此重金去换的鱼到底什么样 在天津净海一条不起眼的小巷里 就藏着这么一种有来头的鱼 据当地县制记载 清末时期 一位别名曹三的厨师 在用当地毒流老醋熬鱼的时候 偶然间将鱼遗忘在了灶台上 做成了醋焖鱼 没成想醋和鱼长时间焖煮之后 竟意外得到了一种十分筋淡的美味 吃过的人个个称奇 民国时期更是引来当时的总统曹坤特意品尝 大家赞赏并赏赐银元数百 时至今日 曹三的后人依旧秉承着老辈传承的闷鱼手艺 而这种手艺更是被列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那么到底是什么 让一道普通的闷鱼 变成了鼎鼎大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它养生于美味兼备的秘密 又藏在哪里呢 毒流 已经被评选为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太棒了 这鱼您得说的说的 这个毒流呢 那肯定得毒流醋 毒流醋 这毒流醋啊 起源于永乐年间 它里头用咱天经的大 给它酿成而成 都知道啊 天经的米好啊 一般这醋啊 你酿完之后就可以使了 当年人家在钢鱼头酿三年 这三年 陈醋老醋 既然都说这个醋好 问一问各位 考一考大家 好 醋到底有些什么好处 软化血管 养颜美容 醋是不是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开胃啊 开胃 因为我刚才喝那么一点 我现在觉得饿了 您不喝醋 您也整天想吃 这句话就说对了 大家都来尝一尝这个 天内的毒流醋 好 我们就祝我们新的一年 一切顺利 来吧 来吧 干了 干醋 干醋 哎呀 剑醋可太好了啊 剑醋太好喝了啊 毒流老醋的秘密 可并不止于它的养生功效 三年样造的毒流老醋 按照一分醋 八分水的比例稀释 就能做出一份 营养和口味可媲美 昂贵果醋的毒流醋饮了 无此之外呢 这醋啊 还有疗效 叫醋疗 它呢 就是说这个就是用咱们毒流醋 泡点黑豆和生姜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呢 软发血管 溢水 韵味上 还降三高呢 挑选颗粒饱满均匀的黑豆 清洗干净之后 上锅炒干水分 与醋进行混合 由于黑豆吸满毒流醋后 会大幅度涨发 因此 黑豆只放到三分之一的位置 就可以了 在那马王队出土了一部一书 叫五十二号 里头就写着 黑豆煮醋 润未甚 因为这个 您看那黑的 它润身 生姜呢 这个来说呢 它不光是这个东西萝卜下吃姜 春秋之后 孔子都说过 一年四季都要吃生姜 而且呢 醋泡生姜也不得苦泡 我把这俩方子呢 合在一起 需要注意的是 由于生姜皮具有极强的沥水消肿功效 因此 生姜并不需要去皮 整个切片浸泡即可 然后 泡多长时间呢 一般咱们泡一周 泡七天 一周就可以吃了 这样的话呢 您呢 每天下午 您吃个十六粒 黑豆 来一块生姜 吃完之后呢 它软化血管 这个对身体特别有好处 这就是毒瘤老醋神奇养生功效的秘密了 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毒瘤 又叫毒瘤醋 对对对对 酥大家都尝尝了 真好 它鱼啊 它选用的是鸡 超 这鸡鱼啊 也叫鸡瓜子 它选用的是小鸡鱼 因为鸡鱼你大了 这老了 这季节啊 到三月份啊 这鱼啊 它甩走它 比如说在这会儿的时候 就得积极一钟的营养都在这儿了 哎呦 所以说您这会儿吃这个鲫鱼 最棒 大点的鲫鱼 您比如说像八两啊 半斤以上的 半烧 您再小点 您看 熬汤 必须用那种小鲫鱼 然后长时间的焖煮 这样的话呢 一入口 那骨头都没有一面 哎呦 哎呦 就这个都不用担心刺 哎 而且它是咱们这国家的这个 非一趟便啊 嗯 接下来呢 我们都去这个 毒流焖鱼的这个发源地啊 去探探蜜 哎 各位一起跟随我们 实践出真知 想要做好毒流焖鱼 最新鲜的鲫鱼是根本 这个季节的鲫鱼 此鱼居多 各个带子儿 但新鲜程度 却是大不相同的 但什么样的鲫鱼 才是真正的新鲜呢 新鲜鱼 眼镜清亮 鱼鳞整齐 不易脱落 而且翻开鱼鳃一片粉红 这就是鲫鱼肉汁的保障 另外 为了做到整鱼整吃 两口一条 大小刚好 便宜的小鲫鱼更是最佳选择 接下来就是曹三传人的独家做法了 普通人做鱼 除了收拾鱼的内脏 还要反复用盐和料酒腌制 为的是去除鱼的腥气 但曹三焖鱼却不用这么麻烦 去除鱼鳞和内脏的小鲫鱼 直接用九成热的油炸 利用油的高温 瞬间催出鲫鱼天然的鲜香 鱼腥味也同时随着水气逼出 去腥提鲜 一步到位 接下来就是加水炖制了 大料 姜片 蒜头 大葱 铺满锅底 小鲫鱼平铺开来 鲜甜养生的毒瘤老醋自然是少不了的 再适当加入酱豆腐 白糖 食盐 与老汤调味盖上锅盖 小火焖煮到鲫鱼骨酥软 毒瘤老醋 与食令鲫鱼的完美结合 就美味出锅了 来 大家看你看毒瘤焖鱼 这是咱们陶三家的焖这鱼俩窍门 一个独瘤老醋 一个咱们这个小鲫鱼 这正是 这陶三酥鱼味道好 独瘤老醋您少不了 松香味美 下午饭 不飞鱼食品 真要好 好 以上所有有关于 独流魅鱼的这个知识呢 我们都会收入进 我们的实践老典当中 行了 这道理说清楚 也说明白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一下 要关注的这个话题 大家请到这边 不多啊 就四个字 哎呦喂 叫做是 全英会翠 我们通过一个小品 来向大家展示 有请李然 长青 两位 哎呦喂 都在呢 那个老太太呀 来了 你告诉我你谁 慈禧 我看你像那慈禧的保镖啊 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你看你长这么模样 还让我夸你是不是 那不干了 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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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正事啊 你知道让你来这儿干上来了吗 吃 吃 不你就知道吃你 那干什么来啊 我让你给我报菜名 菜名 对 那不报光达吗 哎呀你急死我了 我让你等后面练你练啥呢 你教教呗 那我就教教你 音乐 洗 看看这道菜 啊 群影会翠 要年老八十一点都不会 啊 我来看一看 我来唱一唱 我来唱一唱 十道嘴里 可别的腿 哎 为怎么怎么腿 为什么怎么腿 我问你呢 它就是一盘大萝卖 没错 就是一盘大萝卖 这个呀 行了行了 明白了吧 来来来来 明白明白 这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啊 就是萝卜 啊 这萝卜呀 嗯 好东西 尤其是在这个季节 这不有一句话吗 哪句啊 萝卜就热茶 这意的大夫是满地茶 对 它是补气 还有通气 对身体特别的 但是萝卜有很多种啊 有水萝卜 便萝卜 象牙白萝卜 胡萝卜 啊等等 圆萝卜 长萝卜 大萝卜 小萝卜是吗 西方基本吃的都会是那个什么 樱桃萝卜 哎 我很好吃那个 那个白萝卜 没有吃过 会不会很辣 不会 不会 要不要尝尝 试一下试一下 太好了 为什么他吃个萝卜 我这么紧张啊 要流泪吗 嗯 很好 这东西 他就不敢吃了 那你为什么要哭了呢 而且那天我还看了 人家一篇写萝卜的 这么一篇文章 说这个 天津人呀 吃萝卜 一定要吃这个辣的感觉 觉得这萝卜不辣 吃的不过瘾 在西方 我们有一句话是 吃那个胡萝卜的话 在黑天里 可以看到东西 有这种说法 说胡萝卜素呢 是对眼睛好 啊 国外的朋友就觉得 就吃了胡萝卜之后 夜里能看清楚东西 可能也是这个意思吧 到底哪一种萝卜 是更好的呢 接受我们的 实践 出真实 到底哪种萝卜 才是冬季的补义之王 首当其冲的是萝卜明星 天津特产的 沙窝萝卜 人寸外号 赛鸭梨 脆嫩甘甜 堪比水果 脆到轻轻一摔 就会碎裂开来 俗话说的 萝卜就热茶 说的其实就是它 二号萝卜 胡萝卜 我们常说的小人参 其实就是它 但这胡萝卜 却只能炒着吃 因为它最珍贵的 胡萝卜素 属于芝蓉性物质 只有用油加工 才能被人体吸收 接下来就是 北方人最爱的心理美了 这可是最有助 减肥的萝卜 低热量高纤维 增加饱腹感的同时 排出肠道毒素 年冠条理最适合 最后出场的 就是家常之王白萝卜 天然的萝卜辛辣味 来自珍贵的芥子油 补气散寒的同时 也是肉类的 天然去星际 那么接下来问题来了 这么多的萝卜 这么多的吃法 到底哪个 才是冬日里的 养生一把手呢 好东西 东吃萝卜 下吃酱嘛 不食不食嘛 解释一下 解释一下 就是不是这个 时候应该吃的食品 就不要吃 就是应激食品 要应激 对对对 这个效果哪个好 大白萝卜 大白萝卜 你让白萝卜要吃啊 这有个讲究 这白萝卜是前刀腊后的糟 你要吃得吃正宗腰 你要是真正要吃 这两头的好 两头 两头 你让我说了 这萝卜拿回来就掐头去尾 中间的还不要 而且尤其这季节 您拿它 那个炖那个羊肉 把它拿起来的时候 大腹 大腹 来二斤羊排 放上一两白萝卜 一两 萝卜您搁进之后 它不光它本身好吃 它把羊肉伤了还折了 所以这东西特别好吃 也喝个面 熟吃甜乳丽 生吃脆乳丽 最好的萝卜 咱们这沙王萝卜 咱们天津 美心 这萝卜也号称叫水果萝卜 吃起来是生惊止渴 熟吃呢 去健身 现在正当时当令 就是白萝卜和这个 对 水果喝 建议呢 咱们就说这个 拿白萝卜 咱们炖个羊肉 再给你配五盘 拿这萝卜当五盘配 这样的话 您呢 是你的户屋了 营养 另外还有一个知识 就是咱们冬天 容易什么 手脚冰凉 这手脚冰凉是怎么回事 您气血不畅 您就有手脚冰凉 而且还缺乏维生素 您要多吃这萝卜 气血冲烫了 你手脚就脑了 也不动了 卫生素 而专家刚才特别推荐的 白萝卜炖羊肉 和水果萝卜拼盘 操作起来也是有讲究的 就拿着沙窝萝卜拼盘来说 光是切片可不足够 最好能在切片之后 放置半小时的时间 散去萝卜的天然辛辣味 这样的口感才是最正宗的 而食令不易的羊肉炖萝卜 做起来确实出乎意料的简单 只需要将羊肉飞水 去掉血沫 之后用油爆香炒到半熟 最后加入温水和大块的白萝卜 加盐和醋炖制 根本不需要复杂的调味 一样能够成就一锅美味 食令的萝卜 到底应该怎么吃 现在您是不是更加了解了呢 行了 有关于某某某这方面的知识 也已经交给您了 要是您记不住 没关系 因为所有的知识 都收入到我们的实践 宝典 吃或者不吃 这是一个问题 生活当中有关于美食的 这个话题呢很多 有关于这方面的困惑呢 也非常的多 只要我们抱着认真求信的态度 就一定能够找到科学的答案 各位品味求真实 实践求真实 下周二晚9点20分 咱们不见不散 拜拜